跨岛线第一阶段路线工程正式动土 这条新地铁线全线落成之后的首几年 每天的乘客量预计超过60万人次 长期来说可增加到超过100万人次 在初步阶段列车会有6级车厢 预计接下来会增加到8级车厢 来看记者陈思玄的报道 交通部长一华人今天到光明山站工地 主持跨岛线第一阶段工程的动土典礼时表示 作为我国第八条地铁线 跨岛线将加强东部西部和东北部之间的联通性 它将提供更多进入越南湖区 仿俄数码园区和仗业区等的选择 除了为通勤者提供更多路线选择 并且省下不少的通勤时间 新地铁路线也能够重新分配 环线转换站的人流量 这条新地铁线全线落成之后 载客量长期可以增加到超过100万人次 在初期将会有6级车厢 接下来将扩展到8级车厢以应付需求 部长也说 在发展地铁路线的过程中 我国的地下空间也变得更加的拥挤 因此陆路交通管理局同合作伙伴 部署了尖端科技来提高施工效率和安全性 当中包括使用扩增实际科技 协助工程师以3D的方式观看地底设施 以避开正在运作的设施 第一阶段的隧道工程最深可以达到地底下将近50米 这等于16层楼高的组屋 也比一般的地铁隧道深一倍 当中跨岛线的巴西立站将建在地底下47米 会是整个地铁网络最深的地铁站 重量地铁站